字幕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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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龐德老師教授大家 就是在這個底盤上面的M化 是希望能夠將M3 它這個操控的感覺 移植到335上面嗎 是的 當然除了底盤之外 其實在內裝的部分 也非常的重要 我們要怎麼樣M化呢 一打開門我發現一件事 為什麼 本來是紅色的內裝 結果變成前面兩張座椅是黑色的 是冠儀我一直想到我之前有一個前輩 很資深的賽車手的前輩告訴我說 改車 賽車椅先改一張比較重要 其他都不用動 為什麼 他說因為好的包覆 你能夠清楚的感受到車子的動態 所以你看 冠儀我們剛才底盤搞了半天 對 如果說沒有一張好的賽車椅抓住的話 一切都是往然 沒錯 你看這個車本來是紅內裝 對 但這兩張黑色的椅子 冠儀你有沒有覺得看起來比較厲害一點 我覺得它的包覆性真的就是有賽車的包覆 這個你看是可以調的 這個所謂的左右 左右這個腰靠 它是可以調夾合或張開的 對 這兩張你看 頭枕上有一個M 有耶 是啊 冠儀 好隱隱約約的M 有齁 很低調 有一個殺肉場夾掉條M3 很硬的M3 有這麼好調趕快來拆一拆 椅子先把我拆下來了 這兩張椅子就是真正的M3的椅子 直接裝上來 那你可能會想說 哇 裝椅子應該很麻煩吧 其實說實在的 沒有你想像中那麼難 以BMW車來講 你看喔 這是電動椅嘛 對 它基本上它就是滑軌上有四肢螺絲 你看喔 我們先把椅子往後調到最後 你看這裡是不是前面螺絲露出來了 對 有看到喔 來就把它鬆掉 好 四肢螺絲鬆掉 好就這樣其實很簡單嘛對不對 好很簡單嘛 好我們時間的關係我不全部做完 然後前面兩顆鬆掉之後呢 後面還有兩隻怎麼辦 看不到怎麼辦 椅子往前挪啊 往前挪之後 然後再鬆掉 我們攝影機看後面 這滑軌螺絲慢慢要跑出來了 就把那個椅子往前滑到最前面嘛 對我們看喔 有看到了 有沒有螺絲跑出來了 有 電動椅也可以這樣拆 這麼容易拆喔 對其實就這樣而已 好 然後一樣把它轉鬆 好這一口轉出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轉鬆之後呢 其實整個椅子呢 基本上你就可以把它抬起來了 但是呢 不要急著往車子外面移喔 為什麼 你看嘛這個車 不僅說電動椅 還有記憶 然後呢 腰靠調整 它當然很多電源以及訊號的經過的一些插頭電線 沒錯 好 但除此之外呢 還有一個地方是有美角的齁 你看為什麼丟了一個這東西在這裡呢 我當時去拆耐這個M3呢 跟這台車09年 它那也是08年的 剛好年份差一年 嗯 有一些安全配備呢 剛好就那個年份的時候有差異 比如說呢 這個椅子 這個M3的椅子是08年的 它的這個頭枕 並沒有炸藥包 就一般所謂的頸部保護系統 喔 一爆的時候呢 它在後面頭枕會往前 把你的脖子拖住 保護住 OK 好 但是呢 我這台山上我本來是有的 好 所以呢 來 我幫你大家看齁 所以這個反而M3的椅子是沒有的 對 這年份的關係 來 我們椅子往後移一下齁 哇 其實它有一些小細節 我們怎麼會去注意到它的頭枕上面有沒有 有沒有炸藥包 對 你看 好 這個你看 就這樣子而已喔 對 然後呢 我們現場有一個齁 我們請工人拿進來一下齁 好 來 我萬一我到你這邊來 這個 這個裡面是有 有耶 好 來 乖一看嗎 有一點點 看起來長得一模一樣喔 是 但是你看這個09年的 多了一個插頭 好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頭枕裡面有一個炸藥包 今天呢 如果說真的遇到撞擊的時候呢 你看 它這個地方 是這樣齁 只有這樣前後 折不動啊 因為真的炸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移位 對 這個東西呢 只有09年Model以後有 但如果說沒有會怎麼樣呢 裝上去一定亮燈 一定亮燈 所以你椅子裝上去的時候 是亮燈的狀態 對 好來 那我再回到我的位置 好 那亮燈怎麼辦呢 比較簡單的方式 有一些保養廠 技術層次可能比較沒有那麼高的 他去拆車場找一個 不管是炸藥包的這個安全帶扣啊 或什麼側面的安全帶啊 有炸藥包的 把該那個接頭 拉個線 插到上面來 電腦很笨的啦 他只要感應到有炸藥包 他不管是頭枕的炸藥包 還是氣囊的炸藥包 只要有炸藥包 他就不會亮燈 這條線丟在下面 也是一個很愚蠢的方式 但是有效 不過呢 如果說你今天找到比較厲害的店家 他們透過工程版電腦 做所謂的關功能 這個是一般店家可能沒辦法 你要找專門的店家 就可以把那一個本來有的炸藥包功能 取消掉 好 那你現在放沒有炸藥包呢 他也不會亮燈了 好 這個部分是我做這個動作 所以再除了這個座椅的部分 已經M化了 對 至少我坐進來 來 關於我們坐進來吧 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一下 還有哪些地方不太一樣 欸 看起來好像都差不多啊 關於你先講 坐進來有沒有覺得 哇有包覆的感覺 有 有 而且我偏瘦的話 還可以自己調整 沒錯 他會夾得更緊一點 好 那除了這個之外呢 我剛才強調說 我們底盤就算說都M化 也難以跟真正的M3批敵啦 但是呢 M3除了椅子之外 有些部分 還真的只有M3的裝備 來 比如說呢 我今天坐在這位置上 我看到的方向盤 如果是M3的多好啊 對不對 是啊 這是一般正常335的方向盤 對對對 所以當時呢 這個M3的方向盤呢 我也把它拔來了 這個方向盤 上次其實龐洲老師有幫我們示範過 5系列的更換嘛 對 上次呢 我跟各位示範是5系列 但那並不是M5的方向盤 對 那我現在為什麼說 特別強調說 這是M3的方向盤呢 因為呢 一般的335 335 即使說它也有換檔破片 但是呢 它並不是像M3一樣 是一邊加 一邊減 對 而是呢 兩邊都是 暗是減 勾是加 真的M3或性能車 就是一邊都是用拉 但是一邊是減 對 一邊是加 對 而且造型不同 我們麻煩工作人員再拿進來一下 好 所以我們要整個把這個方向盤給換掉 對 有沒有 光看就不一樣對不對 對 我們上次看起來厲害多了對不對 而且有這一個就是M 有個M Mark 對 這個M Mark很重要 來這個程序 我們跟上次5系列一樣 中間這個16號螺絲打掉 然後呢 一樣放正 然後把它拉起來 好拉起來之前呢 等一下 黃老師是不是跟大家稍微再講一下 就是說如果要換方向盤的時候 一樣是要在熄火的狀態之下 那當然 對對對 哇 關於是真的已經越來越內行了 掉出來了 黃老師 對對對 這個怎麼會這樣掉出來 小心 因為這個氣囊 這個氣囊 如果說你是在 電力有電的情況之下 是有 但機會不大啦 有可能會意外引爆 所以一定要 一定要熄火電關掉的情況下 來做拆的動作 好 那我們先看 我們攝影機看一下 我們在猜之前先看一下 這個是335 然後沒有剝片的方向盤 這一支是有的 有 我們仔細看一下 內部其實有很多地方不一樣 光質感也不一樣 對 我們先看內部 來內部 快幫我扶一下 內部 你看 它這個地方 它這個插頭 這個插頭 跟我這個M3的插頭 是不一樣的 總不一樣 對 而且呢 來仔細的觀眾朋友可以注意到 好像有些地方龐哥老師有動手腳 你看 那是紅色的那個 有自己焊接 電部都是你的 對 還有那種什麼熱搜套管 對不對 好 來 幫你拿一下把它拆掉 然後跟各位解釋一下 來 因為我剛才講了 這支方向盤是完全沒有剝片的 沒有剝片的 M3的 對 它這個是有原廠剝片 而且是左邊 對 左邊是減 對 右邊是加 好 所以要等於說走的訊號跟335是不一樣 335兩邊都有加減嘛 然後呢 裡面的訊號是給方向盤裡頭有一個電路板 但是M3反而這個部分是比較簡單的 你今天 一波減 它就是呢 一個 負極的訊號 嗯 跟呢 排檔桿的 我們知道排檔桿也有加減嘛 對 跟這個地方的減號的微動開關是連動的 我再講一次喔 負極 跟排檔桿的這一個微動開關是連動的 但是你要給它一個負極訊號啊 我常跟各位報告嘛 整台車的負極訊號就是它的車體 對 所以你看這地方只要看到鐵的地方 基本上它就是負極嘛對不對 所以呢我把這兩個開關 裡面一接觸到的時候呢 連接到 這是我自己接的 接到一個碰到鐵的這個地方 一碰觸就是負極 就是負極 對齁 你怪儀都聽懂很棒齁 就是負極 然後呢這個訊號透過這一個插頭插上去之後呢 放完後面大家聽過有個叫線圈 線圈就是把呢不管你方向盤上面的這個Airbag啦 按鈕啦 撥片啦 這訊號傳導到車體裡面去 因為你轉嘛 裡面有線盤會傳導 那這裡頭呢你經過這個接線之後呢 就會把負 一按的時候 負極訊號 裡面做連線連到排檔桿的負極 然後呢 加的時候呢 一樣接地訊號連到排檔桿的加的部分 就會有跟M3一樣的 左邊減檔 右邊加檔的效果了 這聽起來真的有點複雜 如果觀眾朋友要自己操作 對 有點難耶 大家今天看完節目之後 記得要到YouTube 來我們重複的看我講了什麼東西 其實我講道理其實都不難 都很簡單 好 來把手回去 好 手回去之後 對手回去之後呢 來注意一下線不要夾到喔 你還要看有沒有真的已經鎖上了 對 其實這個鎖緊應該沒什麼問題 主要是有些人靠上去的時候夾到線 輕則就是一收回去 啪 我氣沒那麼長 就喇叭啪個不停 就是你夾到喇叭線了 要不然的話就是你這個氣囊線呢 夾到了 有可能你氣囊線永遠消不掉 甚至不會引爆 這線要整理好 一樣把它扣回去 就這樣輕輕扣上去 這樣就是M3儀表板的改裝了 什麼 對 但是光講到這裡我剛才講說 你視覺上看到M3的方向盤 覺得很酷對不對 對 但是我們知道儀表板 來 關於我們看一下好了 一般正常 來關於你先看一下 M3儀表板 對 M管的儀表板 第一個有什麼 有個M Mark 對沒錯 看這個Mark很High的對不對 是啊 第二個我們知道M3是高轉引擎 你看我現在335的轉數寫到幾 寫到8而已對不對 對 然後不到7就進紅線了 你看M3的寫到9 8200轉才進紅線 對 看到就High了對不對 而且上面一格一格那個 還是所謂的換檔指示燈 轉速過高的時候會亮LED警告你 然後這個當然要換 來 好那要儀表板抽出來 其實方向盤拿掉比較好施工 所以依照剛才相反的動作 做完之後 來 我們就方向盤移掉 好 相反的動作 然後呢 儀表板要M化了 對 一定要M化 我們剛才講說其實這個年代的車子 它呢也沒有百分之百的真的那麼的數位 數位或電子化 但是呢這個部分呢 它後面呢是有一個插頭 只有一個 對 你看萬一都很驚訝 這這麼多訊號才一個插頭 對 因為它走的是所謂BUS的訊號 你看這麼多訊號呢 後面只有一個插頭而已 嗯 OK 然後呢 一個是六缸的335 一個是V8的M3 真的可以互換嗎 我們就試試看嘛 我們就試試看嘛 一樣齁 插頭長一樣 對 插頭長一樣 一樣扣回去 對一樣扣回去 這個還要了解齁 萬一是新世代插頭什麼那些 對有些可能 可能是不同年份 是甚至有一些比較嚴重 可能你不同的儀表板 因為每一台車 除了車型之外 也有車身碼 對 里程數 甚至防盜的問題 有可能一裝的時候 搞不好整台車給你鎖住都有可能 對啊 對 但是這個年代的車是OK的 所以我們現在想一下喔 我們現在 Airbag是沒有的 嗯 然後呢 儀表板是換一顆的 嗯 然後呢 我們現在開店之後呢 看它會不會秀什麼東西給我們看 好 OK嘛 你看 油溫 然後呢 有 油 然後呢 Airbag警告燈 有 對 表示是正常的 對 表示正常 你沒有裝上去嘛 對 沒有沒錯 是可以用的 而且我們剛才提到說 其實它的轉數 剛才335是到8而已 這到9 對 當然你不要幻想 換了儀表板之後 你就可以奔馳到9000轉 一定炸引擎的吧 當然不可能 只是說它是準的 但是你如果本來335 你只能拉到7000轉 它還是一樣就秀到7000轉 所以你看喔 我們儀表板有了 對 然後呢 方向盤 方向盤有了 M1 然後椅子也有了 對 多開心啊對不對 對對對 但是呢 龐老師是很貪心的 再加上一些飾板是不是 對 像比如說這個飾板 335可能有像這種噴銀的啊 或者法師紋的啊 或者是核桃木的啊 其實呢 一樣去M3的時候去找M3專 來 冠儀我們一人挖一邊 不要害怕 另外一個 我的道具 這裡這裡 好 我們把它挖起來 往上挖 有 我挖起來了 挖起來了 就這樣 我也可以這樣 其實不難嘛 挖起來了 可是後面有那個訊號源吧 對 我們把它挖起來 一樣把這一艘頭 該拔的拔一拔 拔一拔之後呢 一樣 對 把它拆起來 然後呢 換成 這大工程耶 不會 不會 就這樣而已 不難的 來 阿信拿進來吧 可是我覺得 換這個東西很有快感 把車拆掉 對 你看 M3的 卡蹦的 正卡蹦的示板 有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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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